新書分享會 今次我們分享的新書就是 《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 今天很高興請到作者曠劍英先生 來和我們做分享 我們現在將以下的時間 交給曠劍英先生 大家好 很高興可以在這裡和大家分享 如果用一句說話去概括 接著《港英時代》 這本書的目標是想拋更多問題 給更多人去思考 多於去書寫答案 今天的分享 可能會有點詳細 可以分五部分 一部分就是 為什麼要從歷史開始講起 第二部分就是 重新思考歷史對香港有什麼意義 第三就是 我們應該怎麼閱讀《地民地時代》 第四就是回國前後的變化 最後一部分就是講 在現在的時空裡面 香港的民間可以做什麼 有什麼角色可以發熱 那為什麼要從歷史開始講起呢 這個和今期讀書好訪問的一條問題有關 那我就問 現在在香港裡面 每個都在講香港未來什麼什麼的時候 為什麼你要 反其道而行 往回轉頭 往回以前的事 往回歷史呢 那我當時的答法是 如果歷史不重要 如果過去不重要 那為什麼國地的政府 它又會這麼著意 教科書上面的歷史 怎麼寫呢 所以其實歷史是 就是 起碼有兩個政治功能 第一就是增加 政權的認受性 第二就是 去營造一個地方 或者一個國家的身份認同 關於 政權認受性 怎麼可以從歷史上去 得到鞏固 得到強化 有本書很值得 大家看的 尤其是香港人看的 就是汪珍寫了一本書 那這本書就是探討 在發生了天安門事件之後 究竟中共這個政權 它怎樣去重新修訂 這個愛國教育 去從而強化自己的認受性 具體操作就是 很強化這個降令 那個降令就是 勿忘國恥的降令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是因為當時 就是 鎮壓完之後 出現了一個 意識形態的真空 那所以他就希望 可以用這個勿忘國恥的 方向令到國人 可以窗口一致對外 就是用一個仇恨來團結大家 那就可以忘記了 或者暫時看不見 國內的種種矛盾 那所以在這種的 勿忘國恥的 愛國新一波的工程底下 就有很多新的紅色景點 會安排一些學生去 那因為我大陸朋友 曾經跟我說過 七十年代的時候 日本人在中國大陸的形象 不是好像今天這樣 要打倒小日本 那種形象 其實當時的中日 相當友好 比今天和你說 可以見到 原來一個歷史 是可以這樣的展裁 那你用新加坡的例子 去比較的話 你要更加見到 就是中國 在後八九那種愛國教育 那種歷史的展裁 是更加一種政治的傾向性 新加坡其實在日治時期 在二戰期間 一樣有很多華人被殺 因為很多新加坡的華人 籌了很多錢去支援大陸的抗戰 日本人就很痛恨 新加坡的華人殺了很多 但是今天的新加坡的教科書 這個焦點就不是說 日本人在過去殺了幾個新加坡的華人 而是說在英治時期的新加坡 他為什麼會輸給日本人 然後未來的國家 可以從過去的往事得到什麼 所以今天的新加坡人 都說起日本人 不會像今天中國人那樣 會起火 說當時 佳仔怎麼殺我們 怎麼搞到我們的地方 暗無天日等等 除了中國除了新加坡之後 韓國都是會用歷史去做很多政治目的 譬如兩個韓國的政府都會很著重去書寫歷史 去證明自己就是韓國文化的正宗代理人 在冷戰時期 美國自己都有書寫韓國的歷史 原因是因為他要承受自己 為什麼可以參與 可以洩入或者是 拳入韓國的政治 新加坡在李公月小時候 都有類似的 很有趣的歷史政治功能的case 就是在他小時候 開始官方那套說 現在的政權 怎麼將新加坡 一個小小的漁村 發展成今天的第一世界 開始受到民間 越來越多的挑戰 歷史又怎麼形塑身分認同呢 在這方面 台灣的蕭阿勤寫了一本 《重構台灣》 是一本很好看的書 這本書都對我的啟發很大 它的說法就是 歷史可以製造一種明文共同體的意思 因為歷史可以告訴我們 我們是誰 我們經歷過些什麼 什麼是我們所共享的東西 而八九十年代 台灣的民主進程 可以得以突破的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台灣人 開始用台灣人的觀點去書寫歷史 重新把台灣的過去 擺在一個更加廣闊的脈絡去書寫 所以有一個新一波 或者更加強的本土意識有關 而很多其他地方的民族主義運動 譬如土耳其 譬如韓國 其實都是跟書寫歷史很有關的 第二部分的問題就是 重新去思考歷史 重新回望過去的香港 當下有什麼意義呢 可以有三重意義 第一就是去思考什麼叫做中國 第二就是 用一個新的角度去理解 香港人的本土身份認同 和地方性格 第三就是去思考究竟 香港是屬於邊緣 還是中心 還是兩者皆是 他覺得什麼是中國 為什麼這個問題跟我們有關呢 原因是因為 就是可以比我們更加多的一些思考之餘 去想為什麼要和這個 和這個概念 和這個角度大交道 那現在很流行的一種說法 是我們大家都是中國人 大家都是血龍於水的中國人 這種說法其實沒有程度是 沒有說到其實中國是一個很近代 很建構很外流 和馬來人一樣外來 掩蓋了邊界內地方多元的書和文 就是車童鬼的大一統的概念 而其實前港大校長黃庚武教授 他有一篇文都曾經研究過 譬如現在在印尼日夜 有一個墳場 那個墳場 藏著的人就是十八世紀 在中國南下去尋找機會 有一幫華人 那在他們的墓碑上面 他們怎麼去標示自己呢 他們不是用國籍 他們甚至連省籍都不用 他們用的是用自己住的家鄉 一些很沒有特質的特質 譬如可能一棵樓樹 可能那條村就以那棵樓樹去明明 所以可以從這個墓碑上面的一些資料 可以看到 其實中國人是一種很新穎的概念來的 不是自由永有 講到自古以來的那種概念來的 所以你看到現在我們經常聽到 那種中國和中國人的概念 是完全解釋不到 為什麼在中國的過去 會出現聯省自治的一個倡議 為什麼會有毛澤東很曾經積極參與的 會南自治運動的過去 甚至都無法理解或者無法重視 黃金武教授曾經體驗過的 中國性文化的光譜 他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是散佈在全球不同的華人 雖然你可以說 他是一種中國的文化特質 但是又不可以籠統說 這一幫的全球華人 全部都是屬於同一類人 因為怎麼都要有一種在地的文化性格 令到他和其他人不同 譬如 鄭新亞的一間博物館 叫做土生華人博物館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案例 事實上有一個在美國的學者 叫做史書美 研究華語語系 他有一本書叫做視覺語認同 他現在在抗議 如果大家有時間 其實應該要珍惜這些 跟他交流的機會 那一本書叫做視覺語認同 其實就是正正去批評 剛才講的那種大一統的中國概念 華語語系論述 按照他的講法 其實是有反中國霸權 反殖民的意味 什麼叫做華語語系呢 其實它有點像 比如法語語系這個concept 那就是什麼呢 即是講的 就算是在世界上有不同的人 都是講法語的 同樣的 你不可以當是同一堆人 有同樣的社會性格 文化性格 其中一個例子 就是加拿大的灰北黑人 灰北黑人 他們都是講法語的 但你會見到現在的趨勢 是他們越來越有自己的在地意識 越來越開始 越來越少人會說自己有法裔的灰北 所以就要有這個法語語系的概念 而將這個華語語系的概念 今天香港的時候 放在普教宗的議題上面 就會有很多解法性 而中國是一個什麼國家 它有什麼國家 其實都不是非黑色白 譬如有一本學術之作 叫做 Reinventing modern China Imag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In China's Historical Writing 就是講 在不同的中國歷史的論述背後 有什麼不同的意識形態的恆跡 而最近在網上很流行的一篇文章 叫做 國人歷史觀的幾個笑聲 其實都是探討同一個問題 譬如他有探討或者批判 自古以來的什麼的講法 又或者鴉片戰爭 什麼什麼的講法 第二個意義就是 可以從一個新的角度 去思考香港人的身份應度 它究竟是什麼新的角度呢 就是從海外華人的角度 去看香港人的身份應度 做一個比較 尤其是當香港曾經是 全球海外華人 很重要的一個書樓 那本書寫著 鴉鴻峰的太太 在去年出了一本很好的書 作為一個很好的笑聲 作為一個很好的案例 那本書叫做 Nearers Beyond Empires Chinese Business and Nationalism in Hong Kong Singapore Corridor 1914至194日 那其中一個兩點很有趣 譬如他講說 當時海外的華人精英 和在中國大陸的人 是有很不同的外國觀念 譬如海外的華人精英 他會說 我們很強調實業救國 然後在中國大陸的人 就會很傾向講 反西方帝國主義 那有什麼不同呢 如果說實業救國呢 他們是覺得 跟外國勢力合作 絕對不是一個問題 絕對不會有任何的 道德問題 但在中國大陸的人 就完全不是這麼想 就完全用一種 綠地疆界的意思來想 我們怎麼去杯葛 西方的一切東西 我們不要跟那麼多外國人交流 不要買他的東西 所以是一種很不同的概念 而在國民政府年代 其實海外華人商人 包括新加坡的商人 包括香港的商人 國民政府其實不當他們是中國商家 因為他要保住 中國大陸裏面自己的生產商的盈利 或者是生意表現 所以這種身份認同界線 更加可以 剛才說的中國性 大一桶 那個問題是什麼 不是說我們是中國人 所以香港人和中國大陸人 根本就沒有任何的文化 但是香港人就是中國人 所以中國人就可以去管 一個兩制或者管香港事務 這些說法就會很有問題 除此之外 看了海峽華人這個案子 海峽華人曾經在報紙裡 有去倡議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組成軍隊 去支援八個聯軍 去打那幫義和團呢 又或者50年代 新加坡人去反殖的時候 他們的文書上面 用的理據不是說自己是中國人 他們的說法是說 如果我們需要自己 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話 那美國人 人需要不需要說自己是英國人呢 朝鮮人需要不需要說自己是中國人 這種的輿論策略 論述策略 去爭取反殖 爭取反帝國主義 所以這些種種的案例 都可以幫我們去具體反 我們去想 我們講香港人是什麼 那一回事 講自己獨特的身份 認同是什麼的一回事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或者最後一個意義就是 香港是一個邊緣 還是中心 還是兩者皆是 這個問題其實是我看 《新加坡 and global history》的時候 有的一個啟發 這個也是我寫書的時候 其中一個很大的啟蒙樂園 那本書就會覺得 新加坡其實都是兩者皆是 既是中心 亦都是邊緣 香港如果要想這個問題 其中一個契約點就是 香港在中共建黨過程裡面 扮演的角色 這是一個很好的案例給我們去想 譬如是 在中央書院 即今天的黃銀孫 畢業的袁振英 其實他和陳獨特 一起建立中國共產黨 而十大元歲 當中的六個曾經在香港被困難 而在中共很艱難的時期 他們賴以生存的紅色地下交通線 香港是一個大站 那如果我們看這些案 我們怎樣去理解 香港是邊緣還是中心呢 如果我們今天有中山文物敬的話 為什麼我們今天沒有紅色市職敬呢 沒有的原因是因為主事者 不懂這些東西 還是有政治的考量 這些就很值得我們繼續去想 第三部分就是 如果在這一刻 那我們應該怎樣去理解 在殖民地時代呢 那個方向就是 我們要突破某一種 民族主義的思考翻架 我之前去澳門 有兩個case 我覺得是挺有趣 去思考這部分的 有一點是 我在澳門徒書院見到 有一本澳門研究的書 他其中一段是這樣寫的 他說詩詩格里芬評論 在美洲史學的時候說 我們一旦要過了罪事的界限 並且試圖解釋變化是怎樣發生 為什麼發生 這個時候歷史學裡面的民族主義基礎呢 就會立刻變得很不穩固 第二個有趣的地方就是 去到八甲前臂公園 裡面有一塊大石頭 上面有一塊牌子 是1999年掛上去 上面寫著 《智慧大的人道主義斯人》 《葡萄牙大同精神的象徵》 《簡培士》 《簡培士》 《簡培士》是什麼人 據資料所講的 他文學地略是比美沙士比亞和羅馬 他在1556年的時候 曾經在澳門擔任棍觀 他有一個史詩式的作品叫《葡萄牙》 據說正正在澳門白甲草公園裡面的石棟裡面創作 我們經常聽人說 我們要回歸其中一個道德理據 因為殖民的時代是一個很黑暗 被剝削 完全是沒有自主 沒有自我意識的一個時代 所以現在是一件很好的事 很符合道德的事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怎樣去到1999年 澳門還會有一塊牌去歌唱 因為曾經在殖民地時代出任的軍官 還要說它是葡萄牙大同世界的象徵 大同精神的象徵 如果我們看香港其中一個case 去做比較的話 會更加有趣 2003年其實呢 中西區的區議會文化公路及事務 社會事務委員會曾經提議過 要將為紀念港英政府管治 100周年的中環動靜物公園 英皇佐治六世的銅像移走 然後以孫中山的銅像來代替 如果我們再去想回簡媒事 這種紀念方法 那我們應該怎麼去看殖民地時代的呢 其實結讀殖民地時代 不一定好像現在香港某程度 有不少人的想法 證民地時代不是什麼好東西 不是什麼道德的事說 所以我們不需要回望 譬如看新加坡 新加坡在今年50周年國慶 就出了這本書 這本書就是Stanford Raffles 就是講Stanford Raffles 在開埠期間 對於怎麼開埠新加坡的書信集 這本書的出版是由國家圖書館 這本書的原因是因為有不少人會覺得 有不少人會覺得 有不少人會覺得 Colonial或Colonial 和Modernity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兩個不能夠同時並存的概念 因為殖民一定是代表落後 而現代化就講得好像很進步 所以他們會覺得這兩個概念 跟他們互相排斥 而這本書就是正正想去重新 用一個新的CRO關卡去看 其實不是這樣 其實是可以同時存在的 現在學世界其實都有一些支配 其實是用一個很負面的眼光去看殖民地時代 譬如是Post-Colonial Studies 或者Support-Term Studies Support-Term Studies 我看過的一個譯化就是叫戰民研究 其實Harris簡史的作者John Carell 在另一本書 Edge of Empires 曾經都批評過這種 這類型的閱讀殖民地的學術觀點 會說這種學術觀點是decontestualized ahistorical 就是說完全沒有很認真地 帶一個歷史脈絡做的一種判斷 而且這種問題是跟他們批評的殖民者 所做的是一樣 就是他製造一些論述服務自己的想法 而去到這一點 其實尼克魯父親那個案件很有趣 尼克魯父親之前是送自己的兒子 後來尼克魯做了印度總理 送自己的兒子去英國讀書 他原本是想他的兒子 在英國讀完書之後是回來 去Indian Civil Service那個服務 因為Indian Civil Service 很多印度人眼中是一個很精英 很grand的一個機構 進去服務的話是一種名譽的表現 我們要怎樣理解這個案例呢 如果殖民地純然是一個暗無天日的年代 而香港現在講殖民地時代的盲點 就起碼有兩個 第一就是我們講英帝國的論述 很多時候都只是著眼這個統治層 而沒有理會到其實英帝國是一個很多元的一個有機體 就是任何的事件不是純粹是一個統治層 講完就算 民間都有自己的想法 而民間有時候做的事 是會挑戰著英帝國的統治者做的事 比如香港的個案 就是一個有趣的個案 就是妹仔 就是1920年代的時候 妹仔 為什麼會突然變成一個問題呢 是因為有一個英國軍官的老婆 看到妹仔的現象 就覺得這個完全是剝削人權的行為 於是她在社會製造了很多聲音出來 當時有港督司徒佛就覺得這個人很麻煩 所以就很快 很決斷地將她調回英國 那調到英國之後 然後那個老婆都還很有空 繼續去倫敦 去聯絡一些機構或者媒體 繼續搞大這件事 結果是逼到當時主理 殖民地部的邱吉爾 是要跟司徒佛說 你是時候要搞妹仔這件事 是時候要取替妹仔這件事 而司徒佛曾經在書信上是非常之大壓力 她的說法是她不知道英國統治在香港 還可以維持多久 而另外一個case就是 聖工會前主教何明華 她在二戰後在香港的社會福利發展 民生改善的問題上面 她是出了很多力 而她也有批評過 殖民地政府的一些做法 然後有提供一些建議去改善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貝納琦 曾經時 杜葉錫欣 她在二戰後的港英時代 其實都給殖民地政府一些很大的壓力 第二個盲點的是 我們經常說英帝國怎樣怎樣 但我們很少去想 究竟中國又沒有那種帝國的性格 究竟中國是否純粹是歷史裏面的受害者 還是其實她都是一個帝國 有些人都是受著這個帝國所威脅 所壓迫 她一本書是最近出的 那本書叫做《沒有墓碑的草原》 作者就是從內蒙古的角度說 中共在內蒙古建立的制度 是一套社會主義殖民地體制 她的文章裏面其中一句是 這樣描繪成民主義 她說成民主義最強盛的時候 被殖民化的 國民沒有獨自的歷史 甚至是喪失自己的語言 前幾天 吳雷仁老師在 有一個託講 沖繩台灣是一個民族主義 她的其中一個觀點就是 現在一帶一路 中國開始提倡一帶路 其實是不是一種新的帝國行為和表現來的呢 那如果我們去考慮剛才我們講的一些觀點的話 那我們怎樣反過來去想 究竟一國兩制是怎麼一回事呢 前景如何呢 可以忍受思考的是 我們經常聽到的解藉後藉 和英國和民地時代的本質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呢 譬如後藉 後藉其實它的意思 或者前台詞就是 它是反靜民地的 所以我們覺得我們不想再是靜民地狀態 所以我們先講後藉 而很多人 包括在學術圈裏面 他們覺得九七之後就是後藉的時代 我心想就是 我們現在不是處於一種 靜民地的狀態 但是因為香港人 他現在在新加坡的法文書 叫做《關師培》 他提出了一個挺有趣的觀點 他說香港總督即是殖民地時代 我們叫governor的中文稱號 其實是一個清朝的稱號 我們今天叫特首 Chief Executive 其實是一個外國西方的CEO的概念 在九七主權移交之後 我們由一個清代的稱號 改為一個西方世界的CEO的概念 那究竟回歸的意義是什麼呢 而這個行為 其實是不是再殖民的行為呢 這個很值得思考 而最近我去打書頂 看到一段文字 其實就是當時 繁非洲在1940年代 1940年代 去反殖民的一些宣言 其中有幾個觀點 第一就是說 人民有自我統治的能力 第二就是要反殖的話 我們就需要爭取新聞自由 遊行自由 罷工自由 但是以為他們 剛才講的那宣言的觀點 竟然跟今天香港人 即不少人的想法 其實竟然有共通點 那做一次要讓我們去想 究竟我們以九七為界 說現在是後殖年代 是否適當呢 第二就是解席 那什麼叫解席呢 怎樣才叫解席 2013年天馬南有寫了一篇文 那篇文叫做歷史在這裡尋思 他文中的論點就是 如果用中國官方那套的方式去解席 完全否定香港過去 完全否定香港人會有人 我們習以為常的事情 其實不是去英國化 其實是去中國化 若浪方剛才的官司 佩高的觀點 這個項目是很有道理的 你想想我們今天叫特首不叫港督 其實究竟是去殖民 還是再殖民呢 第二個思考切入點就是 如果香港已經解席的話 為什麼今天香港大學的校監 還有一個地方行政首長 用前朝的制度 用很多英國殖民地 之前用過的制度 而我們都見不到 將來在短期內 這個制度是會有改變的機會 那什麼叫解席呢 最後就是想英國殖民地管治的本質 在二戰後其實英國統治者 其實都很深知自己的財力是不及以前的 但是還有一幫人都很想維持這種帝國 因為可能他們的心理原因 就是可以維持這種榮耀 然後他們想的方法就是 怎樣可以在財力不足的情況之下 維持這個帝國 然後他們的新的方法就是 他們不強調主權 他們很強調的 怎樣可以維持在原本的地方的影響力 所以他們在英聯邦裡面 開始拿一些新的亞洲成員 所以他們就開始主動去推動自治 就是用一種比較新的帝國包裝 去籠落或者維持本地的自治 所以新加坡在二戰後 它有自治運動 所以製造了一個政治空間 你當然可以上台 那為什麼香港會走這條路呢 雖然跟新加坡一樣都是一個港口城市 英帝國的港口城市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因素 就是最近都有人寫了一篇文章 就是看回檔案 中國是在50年代 很早在50年代就很清楚地說 我們不希望看到香港會走新加坡一條路 我們不希望看到香港出現新加坡的自治狀態 而60年代馬倫科曾經聯署去聯合國 推動一個解植的過程 當時親中的報紙反而是很冷淡 他沒有很支持馬文輝這種解植的動作 他做的就是說 香港問題不需要這麼心急去解決 交由歷史去解決 如果今天在香港其中一個很流行的論述是說 英國殖民地時代不是因為它沒有給香港人民主和自由 而我們現在看過去 發現原來香港在當時拿不到民主和自由 走不到自治的那條路 既然因為中國因素的話 那我們又應該怎麼理解殖民地時代呢 然後第四部分就是很簡潑回歸前後的變化 主要可以看三個層面就是中主角 兩個中主角的不同政治文化 第二就是香港政府的自主狀況 最後就是香港政府的私責表現 回歸前後兩個中主角的政治文化 可以很不一樣 因為一個是海洋國家 一個是大陸國家 所以他們的權力觀很不一樣 對權力的著緊程度很不一樣 海洋國家因為他們需要長期在海洋活動 海洋沒有邊界 所以跟其他不同的players打交道的時候 他們重視的是說怎樣consensus 怎樣用一些法規去和大家打交道 而不是用力量去打交道 中國今天進入海洋的方法就是填海 用一種很硬板板的陸地的形式進入海洋 所以之前曾經在訪問 我想如果他有錢的話 我想整個南海填了他都作所不適 所以在這種比較權力觀 比較寬容比較靈活的狀態之下 當時在英治時期 香港有三個特點就是政治空間比較大 所以在新加坡和香港的精英 就是何啟和林文卿 他們可以三重效忠 三重效忠就是什麽呢 他可以同時效忠英國 中國大陸 和本地社會 就是香港和西加坡的本地利益 第二就是他很注重保存當地的文化 這件事不是因為他很善心 因為這件事可以幫他省錢 就是你不要搞本來原有的社會和政治模式 那些人就沒有那麽操狂 沒有那麽操狂 就不需要用那麽多軍力去鎮壓 因為用軍力鎮壓是需要錢 所以這是一個省錢的動機 而洛克就是今天洛克的洛克 曾經他都是華民政務司 他很積極推動香港華人的自治組織的發展 包括東華三軟 包括補量局 包括团防局 而第三就是 他很重視用一種軟實力 去包裝英國 去減低其他中國大陸的人 對英國的抗拒 中央書院是一個案例 所以他在裏面是維持相與教育 原因是他想維持華人那種中國人的身份認同 等他回去的時候 都可以和他的社會網絡的人去講 其實英國是什麽的一回事 英國就可以更加方便進去中國大陸做生意 那今天究竟情況是怎樣呢 如果我們只是看保存原有的生活文化那一點 我們都不說了 我們只是看香港出現和中國歷史有關的遺跡 你看到政府都不在乎 譬如在沙中線現在看到有宋朝古井 政府究竟有多積極去保留呢 前陣子我看明報《星期日生活》 有欣賞謝萬謙社 他提到一點就是宋浪泰 為什麼它存在 因為當時有華人爭議要合計 他寫信說這件事一定要保存 所以才有今天我們所講的宋王臺存在 宋王臺的往事 和今天我們看政府怎樣對待那幾個聖朝的古井 那我們有什麽影響可以拿到呢 第二就是自主 現在政府的自主狀況 本書裏面有很多個案是說 當時在英治時代 英國的官員 怎麽敢跟倫敦唱反調 就是以香港的理想先 那在這裏我想說的就是為什麽要有這樣的分別 就是今天香港的主流論勢說 或者官員經常會說的一個關鍵詞就是權在中央 而不是就是以地方為先 那有這樣的分別的原因是因為當時 殖民地的總督 它的權力是相當大 有相當大的自主空間 那所以 英國 在不同殖民地的政府 其實就是倫敦 對殖民地資訊掌握的重要來源地 那所以 那些本地的精英呢 是需要跟殖民地政府合作的 才可以就是 將他們一些訊息去傳遞回到倫敦 那所以他們會較容易 願意跟殖民地政府的官員合作 但是在回歸前80年代 北京已經開始 開始進行不同的工作 去方便回歸 包括去在資本家裏面 做一個統戰的工作 包括在香港 增加不同的力量 的滲透 所以他開始有種架構的一種政治 就是 包括地方的精英 包括北京的力量 其實不用一定 經過香港的特區政府 才做到他想做的事 那所以特區政府 在某程度上他的權力是被削弱 那這個情況跟威海衛是很相似的 威海衛在回歸中 去中華民國之後 國民黨的政府 就成立了很多秘密的黨組織 那這個黨組織是完全可以去管這個地方的事務 結果威海衛的政府的權力是完全被削弱 第一任的都可以為專員 華人專員 最後就是因為和南京政府意見不合而被設職 第二就是 第三就是 就是香港現在的施政表現 其中一個位置就是看 究竟他現在有多著意這個地方的利益 或者這個地方的所謂擅自的東西 譬如廉政公署 廉政公署在英治時代 是一個增強政府認受性很重要的一個架構 但是前一兩年 你看到亞洲洲罕有一個報道說 北京有一個研究機構 說有人認為 廉政公署其實是 黃英政府 一些搗亂檔的政治力量的基地 所以需要清洗 只不過是因為大局 所以北京沒有動手 那有什麼影響呢 第二就是 香港的食物自主政策的變化 譬如在 主權移交之前 英國的儲糧政策 就是它要儲夠全香港人 食用三個月的食糧 作為一個應急的政策 但是在主權移交之後 這個期限已經降至15天 我們現在今天面對著的世界 是一個有氣候變化的世界 因為數資源 都是越來越缺乏的世界 理論上 是應該這個期限應該要增加 而不是減少到15天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變化呢 又代表了現在的特區政府的什麼思維呢 又很值得我們去思考 那最後一部分就是 講到這個位置 在這個時空之下 香港的民間 有什麼可以做 有什麼角色可以扮演呢 那一件事就是 我們不僅是望北 我們應該要望南方 尤其是我們 香港一路走來 是一個五向四面八方的港口城市 新加坡總理會說 新加坡是一個山板 香港的特首會說 香港是一個萬能插素 山板是有很強的自主性 可以周圍走 有很大的活動空間的一個東西 萬能插素是一個很被動 只能夠插住在某一方 依賴某一方 這個東西 但是原本我們是一個山板 因為原本 英帝國是一個海洋帝國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港口城市 而最近 陳奕花在順佈了一個訪問的專欄 他訪問了一個新加坡的頭控 香港的粉絲 他提出一個很有趣的概念 很值得香港人去想的 就是 他覺得香港 台灣 澳門 星馬 其實是一個華南文化圈來的 因為在過去 他的社會文化的聯繫都比較多 香港是親南方多於親北方 所以在這個時候 香港其實應該要想多些 向這個文化圈的人創作 就好像杜汶澤 現在在馬來西亞 整個電影公司 他的合拍片是找來西加坡非常出名 非常人氣高的一個系列 一起合拍 那個麻雀王 所以也都 就是華南文化圈 其實可以擴復我們 對現在香港文化 產業前路的一些想像 其他就是 其實香港的社會的特質 是有一個很強的自主成 就是上年兩個月 在運動裡面見到 如果一個中學生說 要成為一個遮打自修 就真的有一個遮打自修 其實每一天都在膨脹 這個是香港人很強的優勢 所以要解決社會問題 我們是不是一定要以政府為中心 不一定 為什麼我們不想 社會自己可以怎麼去做呢 如果你理解政府就是一個去收取資源 然後再決定怎麼去分配資源 去 satisfy這個社會不同需要的一個東西的話 民間是否不可能做這件事呢 未必的 我們現在有這麼多的資訊科技 譬如有 crowdfunding crowd sourcing 這樣東西民間是否可以自己做呢 譬如在英國現在是會 有人籌錢自己搞發電的東西 在台灣會有個個案 是有些民眾籌錢 就是成為不個圖書館 香港也有個很有趣的個案 就是光暴 我們經常說現在香港的主要民眾很嚴重 於是有一幫商業人士 用財技去買了一些單位回來 然後再用一個比較便宜的價錢 租給一些有需要的家庭單位 再在一個單位裏面去培養一種民社的精神 其實民間都可以做到政府服務做的東西 所以要想未來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是民間自己想怎樣去做 不是等政府先行 不是以政府做中心 最後一個就是我們一定要有國際視野 因為國際視野可以令我們有更多的案例 去做比較 豐富香港所有議題的想像 包括之前 就是剛才剛才有提過 前幾天五月仁老師有講沖繩的案例 沖繩的案例原來聽起來跟香港很相似 他們同樣有民主回歸的論述 同樣有人創意過一國兩制的概念 到現在所有的希望都滑滅了 但是對於他們的港獨立 又或者是東西德統一了整二十年 但是東西德之間的文化洪湊 到至今還是非常明顯 那這件事又可以怎樣 包助我們去理解一國兩制呢 最後一點就是直佈羅特 直佈羅特很抗拒回歸西班牙 他們會覺得他們不是崇英 但是他們覺得英國殖民地時代的時候 的一切已經成為他們文化 本地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他們有一種很獨特的身份認同出現了 這件事又可以幫助我們理解 香港人的本土身份呢 那我今天想分享的就是這麼多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那接著 各位 就是台下發明的環節 好 就是台下有問題的 觀眾可以舉手 我們互相去交流 好 你好 那我是街外人 我也是跟今天的演講嘉賓 其實都是中大 那我今天來捧他唱 那都是他的辯論隊的師兄 那但是我們想真的 就不是這麼簡單的問題 那我想 可不可以精耀一點 因為其實今天的內容很豐富 那但是我知道呢 你都是在香港讀書的 中學 那中學的教科書 那你都應該讀了很多年了 你覺得中學的教科書 裏面的一些史觀上的 你會覺得這個意識呢 是偏向哪裏 第一 還有裏面會不會有些 基本上有些史實 基本上 直接是很片面地講了些史實呢 我們是需要理解的呢 謝謝各位 那首先我不跟同科書 所以我對歷史科的教科書 記憶書未必很深 可以有一家之言 但是有一本書 其實很值得 大家要重視一下 就是其中一個 幫我寫最 的人的一個作品 那叫做 寫了一本書 叫做 In Search of an Identity 然後叫做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Subject in Hong Kong 那這個人的背景很有趣 之前其實在屯門的中學裏面教歷史 那原來所有的教教 開始到香港的歷史科的 有很多批判性的思考 就是其中一個 批判就是覺得 香港的歷史科 就會教你 記住一些時序 記住什麼人 講那些什麼 什麼人做那些什麼 但是它不會教你 告訴你 其實歷史背後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 就是Edeology 形數你的史觀 而其中一個 可以想的 或者兩個 可以想的 兩點就是 第一個問題是 它拋出來的 就是為什麼香港 歷史科裡面 好像沒有很濃烈的 香港史這一部分 曾經有過的 但是後來不只是 純粹是文理政府 不想 社會都很保守 覺得沒有需要 所以最後就沒有了 去到70年代 還是80年代 在會考 學校和高校的思維俗裡面 就沒有了香港史的一個 單元出來 第二就是 譬如怎麼理解 鴉片戰爭 這個已經是一個 很有趣的設合點 它本書裡面 其中有提到一個 除了在中學裡面 歷史科背後 有一些政治的影子之外 其實在香港 歷史博物館裡面 都有 譬如它會講很多 鴉片戰爭的事情 但是唐迪生 我們沒有見過 但是唐迪生 都是屬於 香港文化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這些就是歷史裡面 很多政治國力 或者政治色彩 而我們需要 更加看回 在未來 在現在 中學裡面的歷史科 會不會有的 一些東西 問題 還會不會有其他的同學 有問題 多謝你剛才的分享 當然我們現在的情況 會對於政治 中港關係 會有各種各樣的問題 會有各種各樣的質疑 而對於民地的管治 很多時候也會出一些數據 或者是一些想像 所以我們都希望有一些的分享 譬如好像就是說 過去當然 我們會看到 英國的 市民地政府 香港 有一個很高的自主權 倫敦 很多時候 都不能夠管得那麼多 如果看回一些檔案 會看到 就算有些事情 是 倫敦和這個 港督 有不同的意見 最後都是 港督 是贏了的 會爭贏的 至於現在 我們會看到 很多時候 香港的政府 對於北京 都是為為是樂 但問題在於 我們都需要去一個比較 就是 究竟當時的科技 資訊 和現在 都很不同 其實好像 剛才你都提到 在80年代開始 其實不止80年代 更加早 共產黨 就已經在香港 有各種的滲透 民間的組織 大學 一些企業 其實已經有很多 他們自己的 耳目 有他們的 黨組織 以及各種各樣的聯繫 因此 就是說 隨時 他們掌握的資訊 不會少得 香港政府 當他們的資訊 是比較相稱 籠似以前的資訊 是不平平的 自然 就是那個 香港的討價 還價的機會 我相信 就是遠遠 少 即使 北京可能 其實還沒有一些 的自治 或者自主 另外一方面 我也希望 留意一下 其實我們當然要 向南望 向東望 向西望 都要 不可以只是向北望 這個事實上都是 以往香港 都是一種這樣的狀態 特別是當中國 還沒有開放改革的時候 根本上就是向北望 沒甚麼可能 但問題最於就是 很多人都是寫意取難的 同時 亦都是經濟取向 當然 如果是北水 是比較容易賺的 自然 自然 往往就是向北望 當然 這個可能 跟很多人的 心裡的 一個想法 就是有所抵觸 但問題在於就是 始終這個人性 寫意取難 就是經濟推動 所以就是說 向南 是一個方法 但問題在於 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呢 特別是就是說 我們要去向南望 那時候 我們要看一下 我們的聯繫 究竟多不多 譬如好像這樣 中國在60年代 或者更加早 已經有各種的聯繫 跟香港 跟著就有一些的統戰 更加令到 香港 跟各行各業的人士 精英 跟這個北京 北方 是有各種的聯繫 那這種聯繫 其實都可以幫助到他們 就是去 去 投身 賺錢 發展他們各種的事業 至於去南方 我們有多少人 會去南方讀書呢 南方的國家 對於香港 有多少的滲透 或者有多少的軟實 在這裏呢 那我們 需要去考慮這一方面 結果去講 殖民地時代 譬如 就是新加坡 和香港 會有各種的聯繫 就是因為大家都有一個 殖民地的政府 一個聯繫 或者就是 國民黨 台灣 和香港的聯繫 主要就是透過一些 國民黨 在香港的勢力 但是這些勢力 其實 或者這些聯繫 其實已經是斷了 或者已經是燒淡了 在此燒比獎之下 北方的聯繫就越來越強 南方 西方 東方的聯繫就越來越弱 的情況之下 那究竟我們可以是怎樣去向南方呢 當然 當然 在理念上 是一個非常好的想法 但是實際的操作上 來說 我相信很多人都寧願是捨而取難 我可以補充一點嗎 多謝你的意見 想補充南方這一點 其實第一點就是 香港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在這一刻 其實每個人在 可能很多的交談都會說到新加坡 在媒體經常都見到新加坡這三個字 但是其實我們不是真的很認識新加坡 很多新加坡的動態 其實我們是不在乎的 我們最多都是說新加坡住的很正 這就是香港人 講過新加坡的故事 然後句號 沒有的 那第二點就是 前陣子有餘開新加坡的一間書店 那間書店叫草根書室 老闆是一個馬來西亞的年輕人 但是我在兩年左右 他現在在新加坡工作 他講到一點很有趣的 那一點就是 他說現在新馬華人都相當注視香港現在的發展 因為 新馬的華人某程度都明白 什麼叫做天朝主義 那這樣東西是會跟香港有一些共鳴的 他說南望可以怎麼做呢 其中一件事是 因為香港有很多不同的文化交流的活動 文化交流的活動的對象 可不可以 不僅只有中國和台灣可以擴闊一些 包括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或者甚至到印尼的一些文化組織呢 而香港事實上也都不是沒有這些文化交往 香港也有很多馬來西亞的環在讀書 在工作 在生活著 所以我們是有這些聯繫 香港的問題是在於大家不意識到有這些聯繫的存在 沒有加以善用 所以我在這方面是會比較樂觀一點 我都問了一條問題 剛才你都講到說比較 可能是英國以前的總督和現在的特首 可能現在的主權街之後 北京政府就會有一個打筒的思想 可能會把他很多的想法 加注在香港身上 香港的特首就變成了執行 北京中英政府的旨意 比較少會遇上地方的力量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很明顯看到英國政府和中國政府的一個意識形態的不同 是不是其實反映了主權街之後 其實港中的矛盾其實是一個無可避免 因為家庭接觸而認識雙方的差別 就是一去擴大的時候 就是去展現出來的時候 如果中國和香港之間 沒有在政治文化社會上有洪透 其實在80年代都不會有一個兩制這個概念出來 所以一個兩制其實已經本身講了很多東西 就是香港今天的問題就是 一個兩制應該怎麼走下去 還能不能走下去 這個是香港需要關注更加多的一個 agenda 鄺靖明先生 你好 我是港大的一年級生 我想問一個問題的就是 其實近幾年有很多人嘗試去建立 就是以香港為本位的史冠 就是例如徐成恩的本土救市 或者他們的申書 但是其實另一方面可以見到的就是 大陸或者一個中央政府 它很著力用一個意識形態的入侵 一方面 二來就是經濟殖民 三來就是用人口政策去溝談香港人的人口 就是慢慢去減低香港人那種本位 或者在地文化意識的時候 就是其實很以香港為管界去建立歷史 是明顯是處於一個 都幾大的弱勢 我會認為 那時候那怎樣再去將 這件事更加去推廣呢 因為《五義人家》 之前的一個講座都講過 其中一個很重要去建立一個民族主義 就是透過建立一個在地歷史 或者一個move building的工作 是 我想香港這種本土意識的普及 其實是一個很近代的事 不是說本土意識在70年代之前 沒有的70年代不夠 但是說到現在這種級數其實是很近期的事 尤其是香港的學校裡面沒有歷史教育 所以我們更加很少一些思想的資源 去豐富一下什麼叫本土 什麼叫香港身份認同 香港地方性格的東西 你說得對 現在是面對著很多的挑戰 但是 如果我們覺得這些挑戰是一個問題 需要處理的話 你總要有些行動 那個項目是 什麼叫行動才叫做好 才可以盡量減低這些負面的挑戰 令到香港原本有的特色 還可以維持多一會兒呢 如果平留在現在香港的討論 包括講很多抽象的概念 沒有回歸到回過去是怎樣來 沒有認真地私勾過去的話 其實都不會有多大的發展空間 那你說是 我們看過去可能 都要一段很長的時間才做到事情 但是 是的 但是我們要希望有一些更加有 更加可以切出原有框架的行動 這是不能夠避免的一步 不好意思 沒有問題 我再問一條 因為你在新加坡讀書 李光耀世世了之後 其實都有很多聲音說 新加坡怎樣 從一個獨裁政權 一個威權主義的政體 如何去走向自由化 其實你自己 可能不是很關心 但是你怎麼看起 後李光耀時代 新加坡怎樣去 transfer from 一個威權政體 可能是一個更加開放 或者更加民主的社會 首先第一點是 香港的論述 某程度是 太力包大他威權裡面 就是的確 你見到現在有個年輕人 可能他派平了李光耀之後 就可能要坐牢 但是 至少他都有一個 一人一票的選舉 而出來選的人 不是一定要經過提名 就是你一樣見到工人黨 很有新面孔 見到其他國民團結黨 一樣可以有新面孔 還有很年輕的面孔 還有人氣 曾經一度高過李光耀 那第二是 其實李光耀世世前幾年 自由化已經出現了 都不是現在才說的 如果不是我們沒有辦法解釋 為什麼2011年 那個執政黨之前 會跌至歷史順底 甚至去到2013年年初 補選了 執政黨是可以很意外地 輸成10%的 Folding Margin Folding Sharing 所以 就是 新加坡為什麼會自由化 原因是因為 其中一個國家的生存策略 就是要 擁抱這個世界 所以他不可以封Facebook 他不可以封Twitter 他會鼓勵很多學生去出去 Exchange 也好 出去 給獎學金 出去讀書也好 那你跟世界接觸多了 那些人對 究竟什麼是國家應該走的路 就一定有很多不同的想像 那你一當不同的想像 他一定會夠膽講出來 那你越來越難控制 如果你越是控制 越來越容易 Backfire 譬如現在這個年輕人 可能要坐牢 可能會有很多 Butterfly effect出現 會怎樣影響選舉 我覺得還需要觀察 而香港 正正是走回 就是跟新加坡 其實是走完全相反的路 你會見到 因為它有一個結構性的原因 就好像吳宥仁老師 很喜歡經常說的結構性原因 其實新加坡是走 無論有多慢 或者有多快 都是走越來越自由的方向 但香港就不是 香港是完全反過來的 香港是走警察國家的路向 我們今天的 agenda 在說 應不應該買一輛水炮車 跟今天新加坡的 agenda 是完全不一樣的 是 還會在台下的觀眾會 真的想問問題 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的分享會 就去到這裡了 最後一次 真是多謝 康建銘先生 來到香港大學 說我們去分享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iníci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